小子 大哥 今天咱们去哪儿玩儿呀 大哥 要不咱就去哪儿肉吃饭 两天没吃肉 嘴又馋了 你呀 这天到晚就下来吃 看你那样 我这不也没招吗 都怪我妈把我生子嘴馋 谁愿意呀 这一天 全听你扯肚子了 自己嘴馋跟你妈有啥关系 行了 昨天的事兄弟们也都受累了 今天咱就放松放松 先吃饭 再唱歌 真的吗 大哥 那也太爽了 肯定是啊 大哥说话 一言就定 走 大哥咋办呀 你不是喜欢何美丽吗 说实在的 那妞我还真没看上 你喜欢 让给你就是了 我今天不是来找你们打架的 有几句话 要告诉你们 从此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昨天的事不提了 但是以后再敢找我麻烦 我发誓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好 我同意 走 还有 离何美丽远点 美丽 何美丽 来了 云飞 晚上来我家吃饭呗 今天我过生日 那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不过我就不去了 你叫美丽去吧 你们女生在一块 有得聊 跟女同学在一块有什么聊的 晚上就来呗 还是算了吧 这 谁稀罕啊 小姨 你的药我给你煎好了 在桌子上 你记得喝啊 你们慢点啊 知道了 美丽 这次考试你考得挺好 继续加油 一定能考上 赢牌大学 但愿吧 能考上大学 我就可以松口气了 你知道 我小姨身体不好 还有两个孩子 情况很困难 我真的好希望能够快一点上大学 快一点工作 快一点帮到小姨 美丽 你一定可以 小姨 你也要加油啊 我 我尽量吧 我们一起加油 嗯 加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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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uitar solo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你一直在你小姨家住呢 小姨家就是我的家 我父母已经不在了 对不起啊 我妈在生我时遇上了难产 没有救回来 不过小姨告诉我 我妈是面带微笑离开的 因为她看到了我的江山 很多时 我们都身不由己 其实 我爸交性在不在我也不知道 在我一岁的时候 他送我到小姨家 说自己出去做生意 结果一换就是十几年 遥无音讯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个家 一个完整的 温暖的家 一定会有的 嗯 你说 如果以后我们考不到同一所大学的话 你会不会 云飞 你的心我抖 不管将来我们在哪里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等你 你保证 你保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